周成龄 想知道他在做什么 蹲在院子里 眼睛被灯照得明明灭灭 神情是那么的认真 忽然之间 他略动了一下 他心里有个想法 会不会是因为看到了他 杨末忽然回过神来 微微抬起头去看药炉 温度过高 他的柑橘汁都要熬干了 这么一来 可弄不出柠檬酸 好不容易熬了几个小时 千万不能前空进气 杨末心里着急 忘记刚才已经将手里的软布放下 直接捏起瓷碗 烫啊 烧了两个小时 就跟火炭一样烫 下意识地 他将手里的柠檬酸扔下 可只是一瞬间的思量 却没有舍得 正好换手一捏 旁边伸出了一只手 接过他手中的瓷碗 他身体下意识地反应 是松开手指 然后眼看着那只手 将瓷碗妥妥地放在了地上 他的手火辣辣地疼 却没来得及进凉水 抬起头 就看到柳橙林 不 现在他应该叫他宣王爷 杨末这样威愣神的功夫 感觉到手一把被人捉住 然后带向侧室 送进一盆凉水中 胖了手 怎么还松开不放 眼看着那盆水 被两只手搅起得波光淋淋 橘子只不够再做一次 明日又怕来不及 他抬起头 夜晚看起来 五光格外的分明 长长的睫毛羊 看起来有些倔强 那双眼睛里 似是一汪清水 看起来那么的亮 杨末想要抽回手 刚拿出一点点 柳橙林却手一紧 又将他牢牢地握住 他鼻端传来一阵酒香 周橙林喝酒了 整个人仿佛比平日里更热一些 啄得他有些喘不过气来 外面的月亮如圆盘 清风吹过枝叶 屋子里格外的安静 除了酒气 还有一股淡淡的气息 冲进他的鼻端 他抬起头 看着那张英俊的脸 觉得现在自己有些迷迷糊糊 就这样任他握着 日后再想嫁人 何气难也 说说吧 为什么我们两个的心跳 都这么快 是什么病症 头顶清澈的声音传来 杨末眨了眨眼睛 因为慌张失神 那就看看要慌到什么时候 他的声音比平日里慢些 听起来每个字都意味深长 他愿意听借口的时候 就会装傻放他一马 他不愿意听的时候 就一刻也不会放松 杨末不禁叹口气 周成龄望着杨末落下的睫毛 明明他这么近 却还要闪躲 这次看他要逃到哪里去 因为荷尔蒙 因为肾上腺素 因为互相喜欢 要不然他给他的帮助 他怎么会从来没有 义正言辞的拒绝 可是他不喜欢 他的身份地位 更不喜欢 他坐在养心殿的龙椅上 因为那会离他很远 离他设想的未来很远 终于他将他的手 从水里捞起来 用旁边的软筋擦干净 抹点药吧 话音刚落 阿九就微推开门 顺着门缝溜了进来 冰凉的药膏子抹上去 很快就没有了疼痛的感觉 杨末想要将药瓶 拿到手里看看 到底是什么药 这么有效 却被柳成龄递还给了阿九 你的还没擦 周成龄的手也被烫了 修长的手伸过来 没有自己动手的意思 杨末看了看周成龄 微红的手 想要不管 却又硬不下心肠 只得用手过去涂抹 什么烫伤药这么好用 杨末故意将话题 转到药上 周成龄却不接口 这人今晚是故意 要跟他磨了 让他连转移话题的 机会也没有 这是纯郡王府 让人看到 总是不合理数 杨末想要坐着开鞋 蒋平 周成龄低声喊 外面传来蒋平的声音 没有旁人 王爷放心 都已经安排好了 他翘着眼角 似是在问他有什么不妥 他得意洋洋的模样 就让人恨得牙根洋洋 外面似是传来 梅香的声音 杨末站起身 想要离开 让丫鬟看到了 一个未出阁的小姐 和一个罪鬼在一起 不只是坏了规矩 日后他也要抬不起头来 杨末才走到门口 身后就传来一阵轻患 莫兰 跟我在一起吧 他的手又被缠住 很大的力气将他带回来 扑入他的怀中 滚热的气息就在他的耳边 似是要将他吹话 他长袖上精致的袖纹 就印在他的脸上 让他有些痒 又有些窒息般的疼痛 杨末好不容易 从他的怀里挣脱出来 转身推开门跑了出去 外面的梅香还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到小姐安然无恙 这才迎上去 杨末恐怕他去看厕室 匆忙吩咐道 将我熬好的此碗拿回来 梅香目光向厕室里扫了扫 然后连忙上前收拾东西 跟着小姐回到那时 杨末坐在警户上 抬眼看眼睛里的自己 总觉得脸上多了些印记 猫用手来搓 却发现脸颊滚烫 梅香将东西放在桌子上 杨末忙过去放了枪水 将柠檬酸提出来 然后收洗上床睡觉 梅香将灯拿下去 到外面职业刚坐下 旁边的小丫鬟就到 梅香姐 你刚才有没有听到 男人的声音 梅香皱起眉头看过去 胡说 纯郡王府有婆子在门上扫着 怎么可能放男人进来 小丫鬟想是自己听错了 忙低下头 住在这里有些不习惯 就难免一神一鬼 梅香埋怨地看着小丫鬟一眼 你还比大小姐金贵不成 小丫鬟吐了吐舌头 忙躺下 梅香姐 你说咱们小姐真的是神仙变的吗 梅香气急失笑 今天的话怎么这么多 杨末累极了 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这一晚却有很多人睡不着 从来不知晓原来人血 还分相合不相合 更不知晓母子的血 也能不相容 杨大小姐给那么小的孩子换了血 孩子还能活着 这已经让人不可思议 杨新殿上说的格物制和 更让许多儒生聚在一起议论 杨大小姐到底是什么人 这样一来 第二日茶馆和酒铺里的人就格外多 掌柜的都已经知晓 这是杨大小姐又治病救人了吧 上次杨大小姐治痘疮进京 还不就是这种情形 你才知道 客人放下酒杯 长谈阔论起来 大家都在等消息 看看这换血 到底能不能救活人 杨末一早起床 就去看纯郡王的小少爷 屋子里的气氛不是很好 经过杨大小姐的治疗 小少爷还是浑身变黄起来 杨末撩开帘子 纯郡王太妃迎了过来 杨大小姐来看看吧 刚才连吃下去的奶都吐了出来 精神也不是很好 心生儿溶血症大量破坏血细胞 这样的损伤会让全身上下的器官同时受累 这药也不好喂进去 纯郡王太妃道 大多数都吐了出来 不能用勺子 杨末看着奶子小心翼翼地拿着勺子的模样 这样是喂不进去的 杨末将小少爷抱过来 用腋下反夹住身子 然后拖起脖子 拿着药碗压住孩子的唇舌 将药水慢慢地润进去 他和儿科同事一起吃饭时 同事就说过要这样灌药的法子 虽然看似残忍 但是效果很好 在现代不用奶瓶喂药喂奶 是怕孩子用奶瓶就不肯吃母亲的奶 现在这样做 就是因为这里没有奶瓶 周二夫人睁大了眼睛 怪不得奶子说杨大小姐心狠 喂好了药 杨末教小少爷放在肩膀上 从上至下慢慢地拍着 拍了一会儿 小少爷连打了两个格 杨末这才将小少爷慢慢地放下 一夜之间 小少爷的皮肤已经变黄 并没有像他昨日期望的那样 有明显的好转 季子传和白老先生一起进来 看到孩子的情形 白老先生摇摇头 这样只吃草药定然不行 大小姐还是想想别的法子 怎么办 血已经换了 还能有什么法子 杨末看着小少爷已经亲子的国境脉 床上的小少爷身体忽然一抽 刚才吃下去的药又一下子吐了出来 这可怎么是好呀 周尔夫人急切之下 忍不住喊出声 是不是换血不管用 季子转忍不住问 杨末摇头 是换的血量不够 少爷能够清楚利用的血管太少 这样一阵阵地扎进去不顶用 那要怎么办 难不成只能放弃 眼睁睁地看着小少爷就 杨末转过头 看纯郡王太妃 太妃 劳烦您去问问 有没有人愿意让我切开手腕救小少爷 饶视纯郡王太妃沉着脸 却也经不住脸色微变 旁边的周尔夫人更是张大了嘴 切开手腕 那 那不是要死了吗 杨末道 虽然不会出人命 难免会受苦 这是事实 他必须说清楚 纯郡王太妃让周尔夫人扶着 出去询问家中人 为什么要切开手腕 季子转忍不住道 杨末道 是要有切开手腕的胆子 昨日抽血的那个婆子 今时就病倒了 光是用小主管抽血 就已经让人慌张至此 他不知道要大量的抽血会怎么样 纯郡王府的下人都照起来测血 其实很多人心中害怕不愿意 但是碍于主家 没有办法 古人认为 血是精气所生 被抽了血 就觉得身体有碍 这次要被抽血的人配合才行 季子转这才明白过来 要将血放进瓷瓶 然后输给小少爷体内 要用到银管 我画了一个大概的图 先生帮我看看 有什么地方不妥 季子转和杨默一起看图 杨默伸手指 要用到空心的银管 如同空心簪一般 不能做得太大 否则不能插进血管中 另一端要稍微大一点 用来插瓶口 要有个弯度 否则怎么进阵 季子转第一声道 杨默点头 这也是他刚刚才想到的 既然已经画好了图 就立即请经中最好的首饰匠 去打银管 纯郡王太妃 也将同意采血的婆子 领了进来 那婆子眼睛红红的 看向杨默 杨大小姐 不管你怎么用血都好 只要能救回小少爷 奴婢一家 若是没有太妃 也不会有今日 这是昨日 已经配型成功的婆子 杨默松开手 今日采血 不像昨日那般简单 你要配合我才行 婆子点头 没关系 杨大小姐吩咐就是 奴婢胆子大 不怕血 家中很多畜生 都是奴婢亲手 散杀的 留下的血 也是我来烹煮 婆子这样急切地说着 生怕她不肯答应似的 杨默点头 一会儿我让你配合我尊全 今天要多采一些血出来 不过你不用担心身体会受损 只要休息一阵子 失去的血就会再生出来的 昨日采血的婆子 今日病倒 是因为心中太害怕的缘故 那婆子点头 奴婢知晓了 杨默看向身旁的郎中 准备好东西 我们要采血了 郎中盲将干净的布巾 和杨默需要的各种东西放好 杨默让婆子坐下来 开始在婆子的手臂上绑布条 消毒 吩咐婆子 钻拳 好 松开 要学我的样子 钻住 然后松开 婆子一一照做了 杨默很容易就将针 扎进了婆子的血管 将小竹管的另一端 放进消毒好的瓷瓶中 瓷瓶里已经放了 抗凝固的柠檬水 小姐 您说切开手腕 可将我们吓了一跳 那样也能救人 不知怎么的 婆子感觉到身体里有东西不停地涌出来 心跳不由地加快 靠在身上的瓷瓶也好像暖暖的 有些吓人 转念想想杨大小姐说的 流出去的血还会再生出来 又是为了小少爷 他就渐渐地镇定了下来 开始和杨默说话 杨默点头 能救人 他是真的想用这种法子救小少爷 只是对献血人的伤害也会很大 他不会为了救一个人 而搭上另一个人的性命 婆子惊讶 真的能 我还以为杨大小姐是在吓我们 血才好了 杨默小心翼翼地将针拔出来 按压着婆子的血管 要卧床休息 说着从梅香手中接过一杯水 先喝些水吧 婆子感激地接过茶杯 一个人的献血量不够 杨默准备出一套新的采血工具 才让另一家人过来 三瓶血罗列放好 接着就是等待首饰匠 什么时候能将东西拿过来 阳光渐渐地照进了屋子 床上的小少爷一动不动 似是睡得很安稳 其实这样的昏睡已经十分的危险 杨默走过去 吩咐下人将准备好的眼罩 系在小少爷的眼睛上 又将软布盖住他的下身 然后才过去将他挪到阳光下 晒阳光是为了什么 白老先生道 和先生开的药一样 为了去除身体里的毒素 从来没有听说阳光能治病 直到杨大小姐在疫区 用红房子治疗痘疮 现在拥有阳光 给小少爷治病 这种病叫什么 白老先生很想知晓 这种他潜心钻研了很多年 却没有进展的病 在杨大小姐那里 要怎样解释 病因是血不相合 发生凝血引起的 凝血破坏的是大量的好血 继而出现了血须治症 好端端的人没有失血 如何会突然血须 是身体里的毒素 将血融了身体里流动的 看似还是血 却已经失去了血的效用 这种病出现在 刚出生的婴儿身上 应该叫新生儿溶血症 白老先生仔细想了想 忽然脸颊一红 满是激动的神色 这是别人无论如何 也想不到的 真是好 这病叫得妙 这是新生儿溶血症 日后就叫这个名字 白老先生转过头 去看杨大小姐 杨大小姐的目光 都落在小少爷身上 还将任何一个郎中 都弄不明白的病 起了个病名 还说明病因到底是什么 就算没有救活小少爷 他的成就 已经可以让任何一个郎中 都比不上的了 没想到他有生之年 还能亲眼看到 这样的事发生 不知过了多久 小少爷已经晒过了阳光 东西还没有做好 杨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看着桌子上的沙漏 快一些 快一些才好 来了来了 手势将将东西做好了 季子传的声音传来 杨末连忙迎上去 季子传手里拿着一根 粗陋又简易的管子 如果放在现代 一定会被人惊奇 哪里能用来输血 杨末觉得自己现在 就是做着让古代 和现代都惊讶的事 周围的环境和现实条件 都逼着你去做平日 里想也不敢想的事 给银管消了毒 杨末就试着 扎进了血瓶中 血瓶外面用几层布包裹好 插进管子之后 又用油布包裹一层 然后滴上蜡风筑 杨末小兮奕奕地 将血瓶立起来 大家的目光落在了另一端 针尖一红 然后血一连串地落了下来 成了 虽然整体看上去不太理想 但好歹是做成了 只要能将这些血输进去 杨末向祭子传点了点头 祭子传上前帮忙 两个人一起去看小少爷腿上的血管 杨末消了毒 捏着针小心翼翼地送进去 银针不能看回血的状况 而且针尖还不停地有血冒出来 杨末仔细看着情形 很快小少爷的皮肤鼓起来 这是没有穿刺到位置 看不清楚 刚出生的孩子 根本就看不清血管的走形